好,这题属于阴阳离子交换管柱的问题 他说如果我有一个离子交换素质 假装的是RNA型的,小心哦 因为我们通常现在比较常使用是RH型的 它是那种比较老旧的RNA型的,也没关系 接着呢,以管装ROH 这个阴阳离子交换素质 它分别可以把硫酸钙 重点来了,它要把硫酸钙剑灭掉 那问你说它怎么吸才可以把它剑灭掉 好,那我们来看啊 在甲管中钙离子会跟氢离子交换吗 不好意思哦,我甲管装的是RNA 没有H啦,没有H 它这样直接讲怪怪的吧,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改成应该是 RNA遇到钙离子 好,那我就不写式子了 我就直接说应该是你钠跟钙会两个互相交换位置 没错嘛,OK,互相交换位置 所以应该是钙离子跟钠离子在交换 好,A选项不能选 再来看甲管交换率降低的时候 用什么来洗呢 注意,甲管是不是RNA 一直吸一直吸 把CA2症都吸走了 那到最后这个甲管都没有NA了 没有NA了没有关系 我用什么,食盐水 食盐水有NA啊 把它冲洗冲洗给你NA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用到氮进圆绝的时候 因为我饱和食盐水里面含钠啊 所以NACL来再生是可以的 所以B选项正确 再来,移管中硫酸跟离子 会跟氢氧跟离子做交换 好,来,移管是R'OH 所以R'OH 遇到谁呢 氢氧跟离子 抱歉,硫酸跟离子 这边应该是硫酸跟离子 那负的跟负的会互相交换 所以这个OH就会跟这个交换位置 OK,所以呢 因离子交换数值 好,所以B选项 C选项是正确的 可以选 再来看 诸选项 移管交换率降低的时候 可以用氢氧化纳再生 为什么 因为这根管值是不是有OH 那这个OH一直跟SO4交换 交换到最后 它本身的OH都没了 没有OH怎么办呢 早有OH来帮忙它嘛 所以呢 氢氧化纳有啊 这个家伙人家有好多的OH 可以恢复它身上不足的东西 所以呢 诸选项可以选 再来 通过移管后可得去离子水 小心 如果是通过 通过什么 甲跟乙 甲如果是RH 乙是ROH的 的确可以得到去离子水 因为我的H跟OH会变成H2O 可是如果我形成的这个东西 它其实会释放出NA症 它会放出NA症的话 那不好意思 可得去离子水吗 不行 因为产生甲管 会释出 NA症 所以不能得到去离子水 OK 所以我们答案选BC株 谢谢观看